有我這個朋友問到這個 AI的那個文字 的那個邊框效果 我都是怎麼做的 那我就 推薦大家使用一個工具叫做外觀 這個 這個呢他非常的好用 而且呢他可以做出文字很多層 我現在先 在這個畫面這邊呢我打一段 我打兩個字就好了 好 打50檔 然後 我再把這文字放大一點 我換個字體好了 換個稍微寬一點的字體 好 這個字體完成之後呢 早期我們可能都是啊 選擇這個筆畫然後加一個邊框 我換不同顏色 比如說我想換一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這個顏色 然後我會把它加粗 可是你們會發現 當我加粵粗的時候呢 我原來這個中間這個黑色的這個 部分就會被 我的外框的這個桃紅色啊 佔據掉了 所以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不能用這種方式做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啊 我會先將這個筆畫先關掉 然後 我先確定好我的顏色 譬如說我想要讓我顏色呢 是 換別的顏色 我先框選之後 然後我先點選我要的顏色 從這邊點選 好 表示我是要 這個 藍色的 OK 好之後呢 然後我們選擇外觀 點進去 外觀這個面板呢 我把它拖曳到旁邊來好了 首先你 這邊有一個按鈕你點下去 選擇增加 一個筆畫 這個筆畫呢 就是待會兒我們要 增加它的那個 外框的一個筆畫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我們文字字圓 像塗層一樣把它拖到 最底下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選取你要的顏色的一個 捷徑的按鈕 譬如說我想要讓它 是 桃紅色的 好 然後這邊可以再選擇我的寬度 你會發現我現在加寬之後呢 它的文字 不會 涵蓋到中間原來的這個藍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多的話 你還可以 再增加一層 譬如說我可以再把這一層呢 再把它複製一個 拖到這邊來 拖到這個複製按鈕 增加按鈕 就對了 增加一個 然後再去 修改 它的顏色 黃的 因為現在兩個寬度是一樣 所以呢 會看不到 所以你要必須把黃色在底下這一層呢 再加寬 這樣就會有三層 的一個效果 是不是很簡單呢 再來就是呢 你完成之後你會發現這個文字的這個 角度呢 這個邊框角度並不是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再把這個 筆畫的這個線條啊 把它叫出來 我們把 這個 應該是 筆畫 沒錯 筆畫這邊有一個頂端 我們可以把它設成圓角 像它 在這個 角度上啊 它會 變換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去變 尖角啊 變成了這個 圓的 頂端變成圓的 這樣字會看起來啊 外觀上會比較 圓潤一點 除非說你真的喜歡 很硬的話 那就選擇尖角 那也可以 好 我點回去我原來的那個圓角 這樣就完成我們這個 文字的一個 邊框的一個 製作的一個效果 你還可以再做很多層 都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記得要用外觀的方式來做 好 就到這邊了 拜拜